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只是说这三张照片 当然这不是三张照片 是16张照片 是三个全景图 这张照片是1860年 由一个叫Ferris Beatle 有双重角色身份的摄影师 通常就是说他是法国人 因为他的血液是法籍 法兰西 他就来香港拍了这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 最顶那张是在九龙拍过去 拍到九龙半岛和香港的珠鳥山脈 下面那两张就是由香港拍过去九龙 拍到香港开外 拍到维多利亚城 三张照片当然也是拍到维多利亚城 他拍照的日期应该是在三月初 三天不同的时间 或者两天 首先跟大家讲第一张 六张照片 六张照片 接合回来 OK 当然要合成也不容易 拍六张 一定要设定相机 幻回地拍到九龙半岛 如果你看得清楚 你就会知道 他是由左至右来计 可以拍到东龙岛魔鬼山 牛牛角甲角 以及前面的山就是钻石山 拍到沙田厚道 遠遠望去 不同的山 可能可以拍到何文田山 或者是鹤园 接着可以拍到油麻地 然后被狮子山下的山脈遮住 遠望到的就是青衣岛和荔枝角 但远山就是港岛一系列的山脈 今时今日可以去到原地去看 港岛一系列的山脈 以及远山就是大嶼山 拍到大洞山 三山台 莲花山等等地方 OK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当然可以说 我在YouTube那里留下 那个source来源究竟在哪里 给大家 你要研究的话 正楼是每张下载放到最大 每一个位置最大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位置很清楚 这张照片是低解像度的 但是原相可以高解像度 放到很高清的 所以对面海的楼船 全部都可以看到 情形就是这样 好 但是事件是什么一回事呢 你看到很多军营和马 停了在这里 其实就是因为英军在大沽口进攻 吃了白仗 于是乎再一次召集大的兵 是因为天津条约 换约不成功 就要出兵 现在是二三月 你知道八九月 就去到白宫到入北京 火烧疫苗了 所以这里大概有 一万九千 二万军左右 就是英法联军 应该是万二英军 七千法军 他就注册在九龙不同的山头 以及战兰停山 为了你说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下面那两张 情形是一样 看到整个为了你说很旺 就是因为全部是战船 法国军、英军 当然是英军里面有些印度兵帮手 固庸兵 就看到 两个不同的位置 中间那张照片是马己先合 就拍过去 所以看到政府山和教堂 而另外那张照片 就应该是湾仔合 拍下去 所以就会看到 跑马地 就看到湾仔 当然你再远望的就是太平山下中环 情形就是这样 好 但是当然这些照片 如果放得大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屋 留意的分析 但是当然现在讲的重点 就是这场第二次的鸦片战争 重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他就利用香港地方来驻兵休静 但是 九龙半岛是未割让的 也都未提割让的 但是 就是说天津条约是没有割让九龙半岛的条款的 但是因为这次演证 之后的结果就是 九龙半岛都要割让 但是那些军队就不理清政府 当然 在这个时候 其实清政府的 那个 港州城的首府 也是在英军占领了 抓了那个叫叶明森 结果是在印度饿死的 在监仓里面 情形就是这样 所以大军困杂 在维多利亚港 和那些军在九龙半岛责刑 所以这张照片虽然是一张战争记录的照片 这张照片 但是 与此同时是 拍下了 当时香港的情况 当然最早的照片不是这一批 但是 早之前的照片也是找到三四张 即是说这些照片是属于早期有的照片 就是因为那个摄影技术刚刚发明 无奈 大概1820年可以拍到照片 而在亚洲最早拍到的照片 正如说的就是1855年 所以这批照片是很珍贵 而且这批照片是可以高清看到很多东西 其中在照片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生粉 跑马底那里有山粉 施主山那里有山粉 荒文田那里有山粉 即是这种情形 而且看到那些山荒谋的情况 没有那么多大量的植物种植 这是开埠的时候的香港的情况 当然维多利亚城的发展已经很暢黄 建了很多楼 就是整个中环湾仔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的 下面那两张照片 所拍到的就是所谓四环九阳 只不过是西环 丁尼地城拍的比例少一点 因为软散 就是这样的 多谢大家